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诸位同学 大家好 中校两个字是讲了很多 意思实实在在是讲不尽 汇编里面有一段说到 大笑便是顺情仰志 这一段讲得很好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地去学习 古德教人基本的概念 是天地同根 万物同体 这两句话原本是出于老子道德经 这个境界跟华言所说的完全相同 就是佛知佛界 我时常给人家写字 我写的是肯定虚空伐计 一切众生就是自己 这就叫做入福之间 那么老子这两句话 这个意思完全相同 这个是孝道 这是真正认得效 明了效 因为这个心对一切众生就是佛心 从这个心里面 从这个心里面生出来的思想行为 是真正的菩萨性的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 顺亲养之 是从这个观点来说的 决定不是凡夫的概念 凡夫所想的 怎么样养亲 怎么样养亲 怎么样养自己的智都太渺小了 总是摆不掉自私自已 哪里懂得这些大道理 可见得圣贤人跟凡夫 在心圆上就不相同 这个圆我们讲圆头啊 比于水圆 发圆之处就不一样了吧 养亲 亲是什么呢 是佛性的 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 怎样能够养父母的真心本性 这是佛菩萨的尽效 父母是凡夫啊 在迷啊 怎样以善求方便 触动他 帮助他去 这是真正圆满的大小啊 所以这个顺是顺性 不是顺情 在秦里面佛家常说儒也讲啊 通秦大便 中国讲孝道 中国讲孝道 孔老夫子推崇大顺 懂得孝 行孝 敬孝认为 是行孝 敬孝最好的榜样 他所做的 帮助父母举我 所以 父母对待他 在别人看起来 是恶劣到极处啊 处处要置他于死地 而他看父母是大声大声 而是真佛真菩萨 他们两方面看的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顺王是从体性上看的 从心性上看的 从心性上看一切众生 皆是诸佛如来 所以佛经上讲啊 菩萨成佛的时候 看大地众生皆臣佛道 就是这个意思啊 而顺的父母 是随顺自己妄想烦恼习气 看众生 所以两个人看法不一样 一个是从心性离体上观察 一个是从烦恼习气上看人 所以 顺能通全打闭 父母制罚他 能忍受的接受制罚 不能忍受的逃避 不是说不能忍受的 也要遮罚的时候 那你被父母打死了 何盖啊 你冤枉死了 你是大不孝啊 这个地方就是通全打闭 能忍受的忍受 不能忍受的避开 尽可能去找机会 启发父母 他的父母果然住了 果然明白了 果然成了大胜大喜 这个才算是经销啊 才算是顺亲啊 那现在我们要顺亲 那个父母贪心很重 你要赚钱呢 要赚大钱呢 要做大官呢 要贪污啊 好 你都随身 你随身不将来躲地狱 你父母也会躲地狱 这个不是顺亲啊 独身先说 蛇佛菩萨 没有别的 只是蛇做一个明白人而已 人明白了 就不会做错事 不会有错误的念头啊 这个叫顺亲 懂得顺亲 将顺亲的理论方法 推而广之 推而广之 恒顺众生 那就是普贤性的 在恒顺众生里面 随习功德 这两句话 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 圣王做到了 我们在历史记载里面 读大顺的 这一篇记载 以佛法的观点来看 他怎么不是祝福菩萨到中国来印花的呢 他一生的行仪就是普贤菩萨识愿啊 普贤菩萨修行这十个原则 他每一条都做到了 而且做得那么圆满 所以祝福菩萨硬化在这个世界呢 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 往往随顺自己烦恼稀气 做出许许多多的物业 可是祝福菩萨依旧是那么慈悲来教化我们 顺情这个意思我们要懂 懂得之后就想到如何恒顺众生 如何能够圆满菩萨性能够修成菩萨道 那么说到养知 入佛教人立志 佛家教人发愿 发愿就是立志 立志 立志不是为盈利 而是要立大功之志 他这个地方 他这个地方这一句话说得好 阳气彻底通天 报名于无之之 这一句话 现在人多了意思很难懂的 我们把它换一句话来说 文言文泛成败话 就是一样一样一样成 为法界一切众生 尽忠尽孝佛物之之 就是这个意思 人生以佛物为目的 以助人为快乐之本 佛师这么教导我们 儒家道教也是这样教人 不懂这个意思 不懂这个意思 你的治个愿 都有偏差 有偏邪 不正 错误了 可是 瞬间养知 从哪里落实呢 大学里面说得好 大学里面教给我们落实的纲领 从诚意真心 从诚意真心 诚意真心 就是佛家讲的发菩提心 可是我们菩提心发不起来 为什么发不起来呢 有障碍 必须要去除障碍 这个去除障碍 是儒家讲的 各物致之 各物而后致之 致之而后一臣 一臣而后行政 它有方法 有步骤的 所以要落实 头一个条件 就是真诚 要想真诚 必须要各物 物是什么呢 物是欲望 我在讲地藏经的时候 跟大家说出来 欲望有年类 一个是爱欲 一个是示欲 这就是你嗜好 你能把这两种欲望写起 这叫客户 各物 欲望这个力量非常强大 无时劫以来的习气 不但张道 而且张世间一切善法 你看看佛给我们讲 世间的善根 就是所有一切世间善法 它有个根源 根源是什么 无贪 无臣 无吃 就三善根 你还有贪成吃 你纵然做出来的善 这个善是为善 不是真善 你能够欺人 你不能够欺骗天地贵神 你不能欺骗你自己的良心 佛房 叫断烦恼 儒家讲各无 各无就是断烦恼 各是格斗啊 各无的意思就是要战胜物欲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智慧 用你的理性 克服你的烦恼 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是佛法讲的断烦恼障 除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障碍 佛法叫俗智障 儒家讲 儒家讲智智 智智是要开真实智慧 真实智慧现行 才能够把俗智障 写掉啊 所以诸位要知道 佛家修行 将求禅定 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手段 去修禅定 我们念佛用智慈名号 用这个方法修禅定啊 禅定的目的是什么呢 破烦恼障 心清净 心定了 就生智慧 智慧能破所指的 我们今天用功的方法 是双管齐下了 念佛堂着重修定 将堂着重修慧 但是我们的定慧都不能成就 不能成就的原因在哪里呢 我们没有把爱欲事欲断掉 所以怎么修 修一辈子 外表是很像 实质上 内容没有 我们得过在此地里 修行 修了这么久了 功夫还不得力 你还不反省吗 好像我们生病了 请一个大夫来诊疗 我们在吃药 药吃了很久 并没有起色 你还不觉悟吗 一定是药吃错了 诊断有错误啊 并没有起色了 赶紧去换个大夫 我们人都有这种常识 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 就跟生病一样啊 这个时候应该细心去检点观察了 我们的毛病究竟在哪里 把毛病找出来 把毛病消除掉 这功夫就得力了吧 功夫得力了 这就好像吃药见消了 有了效果了 二章 一定 要断 断 不是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怎么办呢 分分断 入福都是这样教给我们的 断一分烦恼 开一分智慧 断两分烦恼 开两分智慧 神贤人是凡夫做的 佛菩萨也是凡夫成的 他们怎么能成就呢 缝缝断了 每一天呢 每一天呢就是在干这个事情 所以烦恼天天清 智慧天天涨 这个就是功夫 这就是进步 这就是进步 这个也就是 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 宇宙人生的真相 一样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明白 那你的生活 不管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富贵的生活也好 贫贱的生活也好 不管是什么身份 你在社会上 有地位也好 贫穷下贱也好 那可不该是 你都能够生活到 真实 幸福美满的生活 自在安安乐的生活 这是过圣贤人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我们养智要养这种智 所以 能顺能养 它的根源 都是在对于 宇宙人生真相的认知 在佛法里面讲 一切众生 佛性 法性的认知 然后你才能做得到 可是 这个认知 得来就不容易 古圣先行 教导我们清净善知识 清净善知识的目的可在 无非是 无非是借重他的精英 借重他的羞耻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觉悟 帮助我们认知而已 功夫 只要得力 不必要很高 就能够生死自在 前途一片光明 这是我们看过去修行人 在 十十多多记载里面 得到的讯息 得到的结论 他们能有这个成就 我们不能落在他的后面 我们这一生 就没有空过了 这一生 决定 往生不退 臣服 不再搞第二生了 这个生 在六道轮回里面 这一次是最后生 我们要养这个志 认真努力奉行 使我们这个志愈 得到究竟圆满 这叫大笑 自己会养 也能帮助别人养 自己能顺 也能帮助别人顺 自行化他 大臣菩萨道 这个汇编的内容 非常丰富 非常精彩 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 这个里面的注解是佛教的 是儒教的 真是三教合成一体 这是一本好书 印光大使一生退走 希望用这个书 来化解现代的劫难 我们真真想能够 在这个劫难当中 逢凤凶无话急 遇难沉响 这本书是保证 可是你一定要理解 要奉行 才能够达到消灾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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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实际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实际